港珠澳大橋香港短工程先後爆出言誤、超資和多名工人工業傷亡事件 為了趕工,承建商更加佈下浮標陣,遺航到埋藏危機 記者過幾月來,多次由東涌坐船到沙羅灣海域一帶視察 發現在大橋接線工程建造中的橋等範圍 停泊了十多艘,綁著多條乘艦等船 四周漂浮著一個個大鐵桶 這些大鐵桶是連接著水底油角等船拋出的船樓浮標 這些浮標數量驚人,短短十分鐘的航程已經發現三、四十個 部分浮標只有五分之一露出水面,本身已經不容易察覺 加上大多浮標都沒有裝置閃燈,在晚上就會成為海洋陷阱 工程對依靠水路出入市區的沙羅灣村專門來說非常之妖 本身上有一條航道是預留給我們的船出入車 但是現在船的船的船拋得很密 都在中環交錯,現在有航道就等於沒有航道 日後都還可以小心些,晚上就沒有發展,很危險 以前很快就回來了,坐得同一條船 駕船的船都很害怕,經常在這裏看那裏看 那天我們乘搭船的船,突然又要停下來看 看看有沒有拍到他的船 以前好像直航過來的,現在要撞很大的圈 你有沒有擔心過自己出入的安全? 有的 怎樣? 好像什麼時候輪到我會這樣? 在9月,沙羅灣村村民民先生陪同年近90歲的媽媽 外出之後乘搭小艇回村 當小艇經過兩艘等船間 船底摩打懷疑被一條半沉在水的乘艦戟倒 沒有,那艘船的船艦創在底下,兩邊應該投給一個浮泡 有兩盞紅燈,死亡死亡那些 那就不關你的事了,人家車過來 為什麼你不用那些? 你這麼大工程啊,主要大橋 這麼簡單,這麼大工程你都不懂 那做什麼判頭啊?等我做啦 有些人做 當然有啦 有什麼事? 鋪幾鋪,人家鋪我駕駛的都中幾宗 在現場所見,不少船隻洗經的時候 需要在浮標之間左磚右插 一不小心就會有機會撞到浮標 船走起來,怕它會跳到那些城 變成我們的船突然會壞 一走不動,有這樣可能 有試過嗎? 有,沒有這樣試過 你走一走,有時跳了你不知道 你不能動 來到區議員鄧家彪出請當局 盡快公布各施工項目的進度 並且加強巡邏行道 負責監督大橋工程的路政署說 各船拋出船樓之處 需要放置中有黃色閃燈的黃色標誌浮標 以標示船樓位置 目前是東沖至沙羅灣 大約長4公里的範圍裡面 一共有20艘工程船 和大約80個船樓標誌浮標 承建商會安排專責小隊 每天巡查海上工地和安全 檢查所有標應浮標是否運作正常 海事處說在巡邏本港西面水域 包括港珠澳大橋海上工程範圍時 並沒有發現那裡有過多浮標 危及其他船證安全 Spotn conditioned to the TV OM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看queen 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onz وب